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地Green的真实事件 网友评论不太血腥不太恐怖但是够变态 第四部隔山有眼豆瓣评分6.2分 该片于2006年上映 影片讲述了一对夫妇为了庆祝他们的结婚纪念日 一路上遭受畸形怪物袭击的故事 网友评论有点想法但不太成功 第五部恐怖落相馆豆瓣评分7.3分 该片于2005年5月6日上映 电影讲述了几位结伴前去观看足球赛的年轻人 误入一个在地图上根本不存在的小镇之后 发生的一系列可怕事件 第六部致命弯道 该片是罗伯·施密特指导的一部美德合拍的血腥恐怖片 于2003年上映 该片讲述在丛林里与野蛮人生死角逐的故事 第七部非礼物事豆瓣评分4.2分 影片讲述了八个赶花院的青年在两名警官的监督下 前往相间一所破败的客栈中尽受社区服务 但是他们的到来却无意中惊醒一个成绩已久的恶魔 第八部端丙辅 该片于2007年上映 讲述了一个维克托·罗克利的小男孩 由于他的长相实在太过丑陋 就连他的亲人都不喜欢他 在他身上发生了故事 第九部紫轩来了 豆瓣评分7.7分 该系列是具有较高知名度的系列电影 第一部于2000年上映 电影减述了人类与死神之间的斗争 第十部 十三号星期五 豆瓣评分6.3分 1980年5月10日上映 主要讲述少女惠特尼及其男友 麦克等一群五人前往水晶湖森林游玩 遭遇血腥杀戮的故事 看过这几部电影开始怀疑人生了 不过喜欢众口味的小伙伴 还是蛮喜欢此类系列电影的 你看过几部呢 或者有更好的 不妨留言评论哦 好了 每日都有好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